美国的几个博物馆 像大都会博物馆 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它是私人博物馆 它不是国家博物馆 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人家当时找的律师 是华裔律师 这让我特别大吃一惊 用我的母语 跟我全程沟通 旁边录音机 就是怕什么呢 怕未来多少年之后 你以翻译有问题的情况 来混淆视听 我直接用你能听懂的语言 不要翻译 那对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做了充分准备 他说了就说了一句 最重要一句话 首先欢迎你们来美国大都会 寻找圆灭文物 第二我们确定没有圆灭文物 第三 我们他把他前面 隔一大堆盒子 中国文物的名签目录 你只要说出名字 马上我代表律师 给你拿出这件东西的购买 和捐赠的完整的手续跟档案 所以他的档案收藏 我也很迟连发票都在了 所以说像这种博物馆 我们凭常规和法律 是很难收回圆灭文物的